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北方四岛之争,双方在这一个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,如今已经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态度。 Align等于Left苏35Align不久前,俄罗斯江苏35战机,突然布置北方四岛上,日本对这件事情自然非常的不满意,可是这一次,谁也没有想到,日本仅仅只敢回应了两个字,抗议,日本擅长于玩文字游戏,表面上说的观念堂皇,只能掩盖自己令人不耻的行为。 比如,接近三万吨的两栖攻击舰竟非说是,护卫舰,这种行为让很多人气愤,却又拿日本没什么办法,没想到日本遇上俄罗斯就显得有点没什么办法了。 俄罗斯可是喜欢动手,不动口的家伙,这才叫战斗民族的风格,日本试图在口头上占便宜,那么俄军直接把苏35战机摆到日本大门口示威,结果日本反而是强引不起来了。 苏35战机为俄罗斯现役最先进的战机,也许面对美军F-220,会显得有些弱一点,对日本却是让其头痛的对手了。 Align等于Left我军的苏35Align目前日本的F-35A战机才刚刚下线,日本飞行员刚刚开始有关的训练工作,实际上目前尚没有形成战斗力,也许在未来的三年内都,不可能形成战斗直发能力,也形成不了规模化的作战能力。 担当重任的依然为F-15G一款已经相当老旧的战机,F-15这一位日本按生产许可证生产的F-15战机,目前的现役主力型号,相当于美制F-15CD,论性能相当不错了,可惜太老旧了,出厂最少有20年了,平均30年以上,大部分上保持着出厂时的配置,已经相当落后于时代了。 只有少量进行了现代化升级,但是幅度也非常有限,Align等于Left F-15JAlign苏35源于苏27战机,为深度改进型号,虽说依然是三代机的外观,但是采用了许多五代机的技术,比如,实量发动机,全新的航电系统等等,从技术角度,已经被称为四代半战机, 同时,作为一款重型战机,在航程等方面,也是相当惊人的,也正是因为其性能相当不错,先获得我军认可,得以大量引进,其他国家也纷纷出手了。 Align等于Left F-35Align如果F-15J与F-35在空中相遇,那么日方不仅讨不到好处,相反要非常的为难,F-35作为新款战机,自然在性能上占据不小的优势。 更糟的是,F-15J相当老化了,如今掉零件的事情没少发生,自然不敢做大货载的动作了,否则很可能自已就在空中解体了。 Align等于Left F-35 其实在这件事上,我们看到了日本那种外强中干的表现,面对别人,他有胆量嚎叫的,但是遇上强者,也只能老实一点了。 作者署名,麦田军是观察,Align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